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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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元25年李猫的母亲吴慧妃已并去世 当时最悲伤的莫过于李龙姬了 一位吴慧妃是她最宠爱的女人 李龙姬整日异于法欢 这是探监高丽世想为皇上妃姐忧愁 奉上了许多美人 但李龙姬仍不能忘吴慧妃 再以偶然的机会 高丽世发现杨玉环长得很像 吴慧妃 高丽世就带着李龙姬到寿王府上 看了一眼杨玉环 李龙姬一看就像中了膜一样 愣愣地说 简直太像了 这不就是年轻的吴慧妃吗 回到宫里 李龙姬更加识会落魄 心想杨玉环要不是自己的儿媳妇就好了 我就可以把她纳入宫中 高丽世多聪明啊 早就看出了李龙姬的心思 急忙跪在她的面前 献了一条妙计 李龙姬边听边点头 过了两天 李龙姬下旨 让儿媳妇杨玉环出家为妮 意思是让她到妮无安 超度她的婆婆五会妃的灵魂 时间是三年 不用说这是高丽世的妙计 先把杨玉环和李茂飞开 然后李龙姬从尼古安把杨玉环迎进宫 这时李龙姬对儿子说 玉环出家超度你的母亲 三年的时间也不短 你总不能一个人过吧 这样吧 我再给你娶一门亲事 于是李龙姬就把伟昭旭的女儿伟师 立为了寿王妃 三年转严过去了 李茂还在等杨玉环回来 却得到了父亲 把杨玉环立为了贵妃的消息 李茂方志上了父亲的当 李茂这个人随意而安 不是有野心的人 有点逆来睡寿 之后他就和妻子韦氏 过起了安稳日子 和杨玉环之间的关系 也由从前的夫妻 变成了母子关系 李茂和杨玉环五年间 没有生下一儿一女 民间传说他 二人生下了一个女儿 李茂和韦氏 生下了五男四女 唐代宗大理十年 李茂去世 享年五十七岁 李茂走完了他 憋屈的一生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最后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改日我们再见 拜拜